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个题 甲公司下属乙部门生产A产品 全年生产能力为120万集体小时 这个120万集体小时 就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应该用预算的产量 乘上单位产品的标准公司 算出结果来 单位产品的标准公司 每件120小时 2018年实际产量11000件 实际耗用公司133万1000小时 2018年标准成本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职业材料的标准消耗量 每件是10千克 标准价格每千克是22元 第二 变动制造费用的预算额为360万元 第三 固定制造费用的预算额为216万元 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变动制造费用的预算数 固定制造费用的预算数 我们说要计算一下 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的小时分配率会算 就是标准分配率 我们这里面给了生产能力 这是120万基地小时 我们刚才说过了 这个生产能力120万基地小时 讲的就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公司 所以说我们要计算标准的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的时候 应该用这个预算数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预算产能下的标准公司 也说除以这个120万基小时 这个我们有些考生 这个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的小时分配率不会算 那就导致了我们后面的差异分析就没法进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关于这个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的小时分配率 我们在这个标准成本制定里面不是讲过的吗 用用量有这个用量标准有价格标准是吧 这不就是一个价格标准的确定问题吗 好 接下来 2018年呢 完全成本法下的实际成本资料 第一 直接材料呢 实际耗用 12万1000千克 实际价格呢 每千克24元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你这两个一相成不就是你实际耗用的材料成本吗 第二 变动制造费用的实际金额呢 412万6100元 第三 固定制造费用的实际额呢 为252万8900元 那这里面呢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 你看我们给的数都比较大是吧 还不这么整齐 其实呢 就是对我们考生来讲呢 也是一种挑战是吧 看这数的时候怎么样 计算就会要特别小心嘛 接下来 该部门呢 作为成本中心 一直呢 采用标准成本法来控制和考核业绩 最近 新任的部门经理提出呢 按照完全成本法下的标准成本来考核业绩不合理 建议公司调整组织结构 将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呢 合并为事业部 采用呢 部门可控编辑贡献 来考核经理的业绩 这个部门的 这个可控编辑贡献啊 那你知道怎么算是吧 呃 这是我们在利润中心考核指标里面的其中一个指标嘛 目前呢 该产品的年销售呢 一万件 每件的售价呢 一千元 这样的话呢 两个相乘不就是收入吗 经分析 百分之四十的固定制造费用为部门的可控成本 那么百分之四十那就意味着应该属于可控的固定成本了 百分之六十的固定制造费用呢 属于部门的不可控固定成本 所以这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可控编辑贡献怎么算来着 应该是用收入减去变动成本 减去可控的固定成本 是吧 算出这个可控的编辑贡献吧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求 什么是正常的标准成本 基本干净解释 正常标准成本呢 有哪些特点 类似这样的一种文字性的简单说明有清楚是吧 我们说所谓的正常标准成本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在这个效率良好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发生的生产要素的消耗量多少啊 你就说这个材料消耗量多少啊 这个人工工资多少啊 然后这个预计的价格多少 然后预计的这个生产基因能力的利用程度如何 然后根据这些怎么样 我们制定出的标准成本 这就是正常的标准成本 那这个正常标准成本 制定出来之后 它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一个特点 它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时候所制定出的标准成本怎么样 不是这个拍脑的拍出来的是吧 有客观的实验和实践 有科学的方法进行这个论证 制定出来的 另外呢 这个正常标准成本 它说具有现实性 具有现实性就意味着 考虑到了难以避免的损失和浪费 对吧 这个必要的间歇时间等等都需要考虑到 没问题 但是我们排除了各种偶然性和意外性 偶然和意外性不能放进去 那么再有呢 它说这个标准成本具有激励性 这个你用个努力才能够完成 是吧 还有一定的挑战 作为我们业绩评价的尺度吧 再有呢 它说具有稳定性 当这个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没什么重大变化的时候 就不做调整 不做修订 这叫特点 那注意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阐述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解释的 你比如说就达出来什么客观性啊 科学性啊 现实性啊 集体性啊 稳定性啊 这都能得分了 这个解释这东西呢 是我们便于理解的 好 这个文字性的个简单说明的要注意一下 当然你说我想把它解释解释 解释解释没什么坏处 是吧 这个一解释的时候就字不多了嘛 我们有一东西比较紧张是吧 这个我们说没必要非得按照我们这个教材讲义的这些字啊 说一字不差 那大可不必 但是要点得全是吧 要点得全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要求 计算呢 A产品单位的标准成本 和单位的实际成本 这个单位标准成本的话呢 那在我们这个里面 呃 它就包括有材料 有这个变动制造费用 有固定制造费用 是吧 没给我们这个人工成本的资料 那就不用管它了吧 那我们说呢 你这个项目就包括这么三个项目了 材料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 那么就说你每一个项目呢 呃 你在计算它标准成本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用量标准成上价格标准对吧 那变动制造费用的这个价格标准呢 讲的就是标准分配率嘛 那标准分配率呢 就是用它的预算数除以什么呢 预算产栏下的标准公式嘛 也就是说我们所给的那个生产能力是吧 120万几小时 好了 算出这个变动制造费用的这个 价格标准 讲的是标准分配率 那同样的方法呢 我们再把这个固定制造费用的 这个价格标准 也就是这个标准分配率算出来 好了 那我们用这个价格标准 乘上它的用量标准 说每件的标准的这个工时呢 是120几小时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用它的这个价格标准 乘上用量标准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你的变动制造费用 和固定制造费用的 这个单位的标准成本呢 然后那个材料呢 告诉我们呢 说每件呢 产品消耗的标准材料 消耗量有了 然后这材料标准价格有了 那两个相成的话 就是我们单位产品的一个材料的标准成本 是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三个怎么样 求和 算出结果来 就是单位产品的一个标准成本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单位产品的实际成本呢 实际成本的话呢 我们看一看 它实际耗用的材料成本 那就说你实际的这个材料的消耗量 乘上这个材料的实际价格 这不就是你材料的实际耗用成本吗 那你一共生产多少件产品呢 生产了一万一千件产品是吧 所以说每件的这个产品的材料成本 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又告诉我们这个实际发生的这个变动的制造费 和固定制造费用是吧 然后呢 我们也把它分到每件上去 你不是一共生产了一万一千件吗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单件上的材料成本 单件上的这个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 好了 和在一起 这不就是你的单位的实际成本吗 你看这个东西也不复杂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三个要求 分别计算呢 A产品总成本的 直接材料的价格差异和数量差异 变动制造费用的价格差异和数量差异 用三因素分析法呢 计算固定制造费用的耗费差异 闲置能力差异和效率差异 并指出呢 各样差异是有利差异还是不利差异 这个呢 就是标准成本的差异分析了 对吧 那下面呢 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吧 那首先呢 来看一下这个材料的价格差异 那材料的价格差异 那就是实际价格减击标准价格 乘上什么呢 实际的耗用量 是吧 算是结果来 这不就是价格差异吗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实际价格是高于这个标准价格的 对吧 这就是一个不利差异吗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它的数量差异呢 数量差异呢 应该是实际的耗用量减去实际产量下的标准耗用量吗 实际产量呢 是一万一千件嘛 每件的标准耗用量呢 是十公斤嘛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乘上这个标准价格对吧 这就是量差嘛 那算出结果来呢 这是一个证数 那证数的话说什么意思呢 说明你的实际耗用量 是大于实际产量下的标准耗用量吗 这属于一个不利差异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变动制造费用的价格差异呢 那变动制造费用的价格差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耗费差异嘛 应该是你的实际的分配率 减去这个标准的分配率是吧 然后乘上呢 实际的公施嘛 那这实际的分配率多少呢 实际分配率应该是用这个实际的变动制造费用 除以实际的这个几小时数对吧 然后这个标准的一个分配率呢 我们前面算出来了 然后乘上这个实际公施 那算出结果呢 这是一个大于零的吧 证数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的实际的分配率是高于标准分配率的吗 不利差异 接下来呢我们的计算它的这个数量差异呢 数量差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效率差异嘛 所以说考试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问我们 说这个耗费差异或者是效率差异 那你要清楚 那这个数量差异呢 也就是这个效率差异 应该什么 是实际公施 我们这个实际的几小时多少呢 是133万1000对吧 然后减去什么呢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的几小时数嘛 这不就是你的这个 数量差异是吧 然后乘上呢 这个标准的分配率嘛 标准价格嘛 那这时候呢我们算出结果来啊 还是证数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实际的这个几小时是大于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的几小时嘛 用时间超了是吧 这就是不利差异嘛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固定资料费用 它的三因素的差异分析 其中一个呢就是耗费差异 耗费差异就是什么啊 就是实际数和预算数之差嘛 实际数给我们了 预算数也给我们了 那这样的话 两者之差 我们算是正数 还是个不利差异对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闲置能力差异 闲置能力差异什么意思呢 它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公时 与实际公时差 称标分嘛 那么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公时 就是我们给的那个生产能力是吧 120万几小时嘛 那那实际几小时也给我们了 这个标准的分配率呢 是我们前面算出来的吧 那这时候呢我们算出来结果是一个负数 什么意思啊 说明实际的这几小时 超过了预算的产能是吧 利用的非常充分了 所以这时候怎么叫有利差异 接下来呢就是效率差异 效率差异什么意思呢 是实际公时 与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时差嘛 这时候呢我们算出结果是正数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实际公时是超过了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时嘛 用时过多了 属于不利差异 OK了 这就是关于标准成本差异分析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运算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四个要求 计算呢以部门实际的部门可控编辑贡献 这就是利润中心考核指标里面的 其中一个指标计算嘛 可控编辑贡献 我们说是考核部门经理业绩最好指标 对吧 那怎么算的呢 它是用收入减去变动成本 再减去可控固定成本嘛 收入有了 消耗成担价是吧 那么这个变动成本呢 变动成本呢 对于我们这题来讲的话 其中一个呢就是材料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 变动性的制造费用 因为这里面没有给这个人工费用 就不用管它了 那么我们一共用了多少材料呢 用它的实际的材料消耗量 乘上材料的10亿单价 这就是实际的材料的消耗总成本嘛 实际的这个变动制造费用 我们也给了是吧 然后除以呢 总的产量 总的产量不是11000件吗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单位产品的一个变动成本 然后你销售多少件呢 你销售的是1万件嘛 乘上1万件 算出结果来 不就是你变动成本总额吗 然后呢我们再减去固定的可控 然后呢再减去可控的固定成本嘛 它是在这个固定制造费用里面 占本上40 这属于可控部分 好了把它减掉 算出结果来 这就是可控的编辑贡献嘛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题 我们就会发现 对于这一个题 它可以把哪些章节内容给它连在一起 你不用去过分纠结它 我们可能有些考生 哎呀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考题 不管是这个计算分析题 还是最后综合题 都会涉及到夸张的联系 那么计算分析题的话呢 夸张联系的可能涉及的点少一点 综合题呢 夸张联系的考点会多一点而已 可能我们有些考生就 平时总想着我哪去联系 去纠结 那个大可不必 你只要是把每个点都搞清楚了 放到一起一拼凑 你这题也会答 你比如对本题来讲的话 你晓得可控编辑贡献怎么算 你还管它放在哪来考呢 那放在这来考的话 你也能够清楚 收入减变动成本 减可控的固定成本 往后就在这题里面去找材料呗 不就可以了吗 不会出问题的 所以说你这些夸张的这些考法 我们说夸张的这些考法 它的最根本的保障 还是要把每个考点 那个基础知识要做扎实 那才至关重要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下个题 某制造厂呢 生产假以两种产品 有关的资料如下 第一 假以两种产品呢 2018年1月份的有关的成本资料 我们看这个表 这里面呢 给了单位的直接材料成本 单位的直接人工成本 又告诉了我们这个生产的数量 那就意味着我们要计算这个假产品 和乙产品的单位成本的时候 应该在它的这个单位的直接材料成本 单位的直接人工成本的基础上 再加上单位的间接的制造费用 是吧 不就可以算出单位的成本了吧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资料 月初呢 假产品的再产品制造费用呢 为3600元 以产品再产品的制造费用呢 是4600元 月末再产品数量呢 假为40件 已为60件 总体完工率呢 均为50% 按照月当产量法下的加权平均法 在产品产品和月末再产品之间 来分配这个制造费用 本月发生的制造费用总额呢 5万元 与制造费用发生相关的这个作业呢 有4个 那我们看看这个资料 那么这4项作业呢 有质量检验 有定单处理 有继续运行 还有设备调整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4个作业 它的作业成本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那个5万 是吧 往后呢 告诉了假产品和乙产品 它的作业量了 那就意味着 把这4个作业上的这个成本 要分给假和乙汇分吧 你比如说我们质量检验 这块呢 一共是4000 那么假的作业量呢15 乙的作业量呢 这块是5次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单位这个作业成本 或者分配率是吧 那应该用这4000 除以多少呢 除以15加5倍 算出这个作业的一个分配率嘛 那么质量检验的一个作业的分配率算出来之后 那你说假应该乘得多少呢 那就乘以15倍 你应该乘得多少呢 用这分配率再乘以5就OK了 那质量检验作业会分配了 那后边那个订单处理啊 集体运行啊 设备调整啊 也都没问题 是吧 分配速度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一个要求 用作业成本法呢 分配制造费用 并计算呢 假以两种产品载美成本 那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4个作业 它的这个分配率算出来 那这分配率呢 我们算的时候呢 应该没啥问题是吧 每一项作业的作业成本有了 除以呢 每项作业 它的这个作业的耗用总量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这个 每项作业的分配率呢 那么这个每项作业的分配率 有了之后 我们要计算假产品 应该承担的制造费用 那咋办呢 那就说 用我们算出来的一个 4个作业的分配率是吧 乘上假产品耗用的 4项作业的作业量 那就是假产品应该承担的 制造费用嘛 那么假产品应该承担的 这个本月的制造费用有了 这个假产品月初的制造费用呢 给了是3,600是吧 要在完工和再产品人径分配嘛 告诉我们说了 才要这个 月当产量法里面的 加权品业法 这个完工产品数量呢 这是100件 这个月末再产品的数量呢 这是40件是吧 这个制造费用呢 我们得按照完工程度去折合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单位产品 它的这个制造费用不就出来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分别方法 这得清楚是吧 那么单位产品的制造费用有了之后 那作为假产品来讲的话 那它的单位成本多少呢 它单位成本呢 应该是在单位的直接材料成本 单位的直接人工成本的基础上怎么样 你再加上单位产品的制造费用不就可以了吗 那接下来再看已产品的话呢 用我们算出那个四项作业的分配率 乘以这个已产品四项作业 他们各自耗用的作业量是吧 就可以算出来 已产品应该承担的这个制造费用了 那么已产品承担制造费用有了之后 那我们在这里面怎么样 看一看这个已产品单位产品制造费用多少呢 这时候呢 我们同样注意一下 它月初的这个制造费用告诉我们了 本月承担的也有了 这个已产品呢 完工的数量200件 用完再产品的还有60件 我们想按照王冲的50%的周合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算出来 单位产品的制造费用吗 那就是134.35是吧 那么这个单位产品的制造费用有了之后 像我们这里面并没有让我们算这个 完工产品承担的制造费用总额 没让我们算 那如果让你算完工产品应该承担的制造费用总额 怎么算出来的呢 应该用我们算出分别率乘以什么 乘以完工产品数量是吧 因为我们这块呢 只是让算出单位成本来 那你就没必要算那个 完工产品应该承担的总的制造费用了 是吧 那这个单位产品的制造费用有了 加上这个已产品单位的职业材料成本 和单位的职业人工成本 不就可以算出已产品的单位成本了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二个要求 以机器小时作为制造费用的分配标准 采用呢 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来计算假以两种产品的单位成本 那就意味着采用单一的一个标准去分配了 是吧 那么如果是以机器小时来分配的话 我们总的制造费用就是五万了 那这个假产品和已产品的机器小时有了 是不是可以同样算出这分配率来呢 那算出分配率之后呢 看一看这假产品应该承担的制造费用总的多少 乘上假产品的这个机器小时对吧 他应该承担的是两万吧 那他应该承担两万的话 同有道理 我们考虑到还有七出的这个 呃再产品里面有这个制造费用呢 然后呢 我们啊 相当于是把这个七出的和本月发生的 要在完工和再产品之间间分配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单位产品的一个制造费用吧 同样道理 那个再产品按照50%来折是吧 那么单位产品的制造费用有了之后 加上这个假产品的单位的 这些材料成本和这些人工成本 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来 他的单位成本呢 同样的思路 我们以产品再算一遍是吧 以产品呢 本月应该承担的制造费用总共有了 然后呢 把七出的这个制造费用拿过来 七出的加上本月发生的 在完工和再产品之间一分配 我们算出来单位的一个制造费用是吧 那么单位的制造费用有了之后 怎么样 我们加上以产品 单位的职业材料成本 单位的职业人工成本 不就可以算出以产品的单位成本了吗 这就是传统的 按照这个单一的标准来分配制造费用 它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三个要求 假设那决策者计划采用 完全成本加成 百分之十零价 这是定价方法是吧 根据要求二的结果 确定假产品和乙产品 销售的单价 是分析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我们第二个要求 那不就是一个 以机器小时为标准 分配这个 兼职制造费用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成本计算方法 那么作为假产品来讲的话 采用完全成本加成 百分之十 那可以算出来 它的售价多少呢 是315.34 也就是说是用假产品的 这个成本乘上 一加百分之十 那这时候呢 我们对比一下 对于假产品 如果按照作业成本法 来计算成本 那成本多少呢 成本是317.5 你会发现什么 你所定的价格 比这个作业成本计算方法下 那个成本317.5还低 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定价偏低呗 那定价偏低的话 这产品好卖呗好卖 卖的越多亏损越多 这就是它的一个不利影响 是吧 然后再看看乙产品呢 乙产品的话呢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销售价格 你那个成本不是260.43吗 乘上一加百分之十 加乘是吧 算出结果呢 那是286.47 而我们说按照作业成本计算方法下 计算这个乙产品成本的话 成本多少呢 应该是244.35 那就意味着乙产品如果按照 传统的那种方法去成本加成 那就定价偏高了 因为成本高嘛 那定价高了 导什么结果呢 这产品不好卖呗 产品不好卖的话 就意味着容易形成积压 对吧 形成这个超量的库存 是吧 这就是不利影响 所以说对这样的一种文字性的一种解释 我们也能够清楚 可能我们有同学呢 说我会算 但是这解释呢 我不会说 那不会说呢 这份就读掉了 是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个题 甲公司呢 是一家电制造企业 只生产和销售X产品 公司呢 采用完全成本法 核算产品成本 每年呢 按照实际的产量 分配固定制造费用 采用呢 先进先出法 进行存货的计价 2022年末 总经理呢 收到会计部门 转来的利润表后 比较了2022年和2021年 税前的经营利润 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2022年的销量呢 比2021年增加了24% 但是呢 税前的经营利润 却大幅度的下降 公司管理层呢 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操博的经理呢 建议采用变动成本法 重新来核算产品成本 然后呢 再进行分析 下面看相关资料 也就意味着我们这里面 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完全成本法 和变动成本法的一个 计算比较问题 是吧 我们看一下呢 2021年和2022年 X产品的实际的数量 21年这块呢 假设没有其出损获 21年的时候呢 生产了6万2000件 然后呢 销售了是5000件 期末存了是12000 期末存这个就变成了22年的年初了 是吧 年初这块有个12000 20年的时候呢 他生产了5万件 卖了6万2 这样的话呢 这5万里面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把这5万都卖掉了 然后呢 把期出的这个存货又卖掉了 那22年年末的时候呢 就没有库存了 这是他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情况啊 接下来 2021年和2022年 X产品的生产费用 给了这些实际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给了一个售价 每件是58元 给了这个每件的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还有变动制造费用 这都给我们了 这属于变动生产成本是吧 然后固定制造费用的总额有了 然后又给了这个单位的变动的销售 去观点费用 这属于什么呢 属于变动性的非生产成本是吧 然后又告诉了固定的销管费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求 分别计算呢 2021年和2022年 X产品在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下 它的单位成本 我们说作为这个产品成本 不管是在完全成本法 还是在变动成本法下 一定都是指生产成本 只不过呢 在完全成本法下 它是全部的生产成本 变动成本法下呢 我们用的是变动的生产成本 都不包括非生产成本 也就是销管费 不在产品成本范畴 就这么一个基础东西 我们有些考生还在纠结 哎呀 变动成本法里面 包括不包括那个销管费呀 本县人都没好好听课 多么基础的东西呀 是吧 21年的时候呢 这个完全成本法下 这个产品代表成本 包括哪些呢 我们说包括职业材料 职业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还要包括固定制造费用 21年的时候呢 告诉我们这个固定制造费用 总额是186万 我们生产了6万2000件 这样的话呢 你每件应该承担到固定制造费用 不都出来了吗 一求和 有复杂的问题吗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21年的时候 这个变动成本法下 这个单位成本呢 那变动成本法下的单位成本呢 不就相当于是你变动的生产成本吗 这些材料职业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 就OK了呗 产品的变动成本 一定注意 都是只生产成本 是变动的生产成本 你别把那销管费放进去 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22年 那22年的时候呢 这个完全成本法下 单位成本 那同样道理呢 我们这个变动生产成本 还是职业材料职业人工 以及变动制造费用 没问题 差别在哪呢 我们这里面 这个单位产品的固定制造费用 因为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产量是5万件是吧 186万的总的固定制造费用 分到5万件里面 每在分多少吗 这不就出来了吗 那这个变动成本法下呢 这个单位成本 还是我们这块的变动成本 15 这块没什么变化 这就OK了吧 很基础的是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要求 分别计算2021年和2022年 X产品在完全成本法 和变动成本法下 税以前的经营利润 以及差异 各自利润算出来 然后再计算差异 并解释呢 产生差异的原因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在21年的时候 这个完全成本法下 这个税前经营利润 怎么算的呢 我们说 你的销售单价呢 是多少 销售单价是58是吧 然后这个 每一件产品的 这个单位成本多少呢 是45是吧 我们前面算出来的嘛 然后每一件 还有这个销售管理分约 还有一块是吧 我们总的销售量是5万 那这样的话呢 你看一看 不就现在5万乘上 58不就收入吗 然后减去5万乘上 这四数不就是减去 这个销售成本吗 然后再减去5万乘上 那个1块 那不就是减去 这个变动性的 这个销管费吗 然后再减去固定的销售 管理费用 你看 你的利润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劣势的时候呢 我们就减了点劣势是吧 就是单价减去单位成本 再减去单位的一个 变动销管费是吧 乘上销量 那在变动成本法下 这个税前进利润呢 那我们说 你这个销售单价还是58是吧 在变动成本法下呢 单位成本是15对吧 然后这个变动的销售 管理费用是1块 没问题 还是这样的 然后你销售量还是5万嘛 那这时候呢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你看5万乘上58 是不是你的收入 然后5万乘上这个15 把它减掉 这不是减去销售的一个成本吗 都是变动成本部分是吧 然后呢 再减去个5万乘上1 相当于减去变动的这个销管费吧 再减去固定销管费是吧 然后再减什么呢 再减去固定制造费用嘛 因为在变动成本法下 固定制造费用要视为期间的成本 全部都扣掉嘛 这不就可以算出你这个 21年变动成本法下利润吗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差异呢 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相比的话 利润相对怎么样 利润就增加了36万是吧 那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相比的话 利润多了36万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说在完全成本法下 期末存货存了多少件呢 你21年的时候 你不是生产了6万2000件吗 但是卖了5万件 相当于是期末存货存了1万2000件 那么期末存货存了1万2000件 这1万2000件就意味着 吸收近期了固定制造费用 一共吸收了36万 吸收了固定制造36万 就意味着你在完全成本法下 就少扣了36万的成本 所以说就导致什么 利润就多了36万 就行了 你这个说怎么也能够找到根源吧 总而言之 你就得搞清楚了 这36万是由于期末存货 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而导致的 成本少计了 形成利润多计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这个22年呢 22年的时候 完全正门法下 这个税前利润多少呢 这时候呢 就得小心点了哈 那22年的时候 你卖多少件呢 卖了6万2000件 售价多少呢 售价是每件58 没问题吧 总收入 那么这6万2000件里面 其中有12000件 是把那期术存货卖掉的是吧 那么期术存货那个成本多少呢 成本是45 每件 所以说这个 在本期卖掉了 成本减掉 那么另外还卖了 本期生产的5万件是吧 那本期生产的这5万件呢 本期的成本 单位成本是52.2是吧 然后把这个成本再减掉 你看这得相当于是 一共减去了6万2000件的成本 6万2000成本里面 包括你期术存货 1万2000成本 还要包括本期生产的 本期卖掉的 还有5万件的那个 呃成本数是吧 一共加在一起 你看卖了6万2000件成本 不出来了吗 你看 6万2000件总收入有了 6万2000件的销售成本有了吗 还包括啥呢 6万2000件里面 还有个变动的销售和管理费用呢 也得减掉是吧 再有呢 还有固定销管费呢 再把固定销售剪掉 这就OK了 这就是完全成本法下的利润嘛 那接下来 那变动成本反须利润呢 变动成本反须利润就更简单了 你不是卖了6万2000件吧 售价是58 每件的销售成本是15 每件的变动销售成本是1块 这对相当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是6万2000乘上58总收入 6万2000乘上15 那不就相当于是 6万2000件上的一个变动的销售成本吗 然后再减去6万2000乘上1 不就是变动销售费吗 然后再减固定销管费对吧 22万固定造费用 本年发生的全部扣除 因为固定造费用都视为7000费用了嘛 好了算出结果来 这是52万4000嘛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什么 这个完全成本法下的这个利润 比变动成本法下的利润少了是吧 那这差异多少呢 差异我们这块相当于少了 36万嘛 那这少了36万 我们就得解释解释怎么来的呢 我们说在完全成本法下 你本年所销售的产品里面 就包括了上年的留存在本地销售的 而上年留存在本年销售 就意味着在本年就多释放出来了固定造费用 36万 那多释放出来36万的固定造费用就意味着是成本增加了嘛 成本增加所以导致利润减少了嘛 换句话说扣除的口径大了是吧 他不仅仅把本年发生的固定造费用18万6千全扣掉了 他不仅仅把本年所发生的全部固定造费用 这个186万都扣掉了 而且怎么样 还把上一年存货在本年销售 那个里面的固定造费用又有36万 在本期也扣掉了 那就相当于是比变动成本法下多扣了36万嘛 所以导致利润减少36万 这就是原因是吧 接下来看第三个要求 简要说明呢 操务经理建议采用变动成本法的理由 也就意味着考核我们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相比 有什么优势啊 首先他说消除了在完全成本法下 通过增加生产呢 调解库存可以调整利润的问题 所以说得要求管理者注重销售 真正的利润形成是销售来的 另外呢 他说可以划新各部门责任 便于业绩评价 再有呢 他说能够揭示利润和业务量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为我们决策提供帮助 再有呢 可以便于成本控制 因为我们这里面啊 这个通常来讲的话 把这变动成本都视为一种可控成本了 是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怎么样 那我们关键就要看一看啊 你的收入 在补偿这变动成本之后 所中的差额 能否把这些固定的成本都弥补 是吧 固定成本里面就包括你的固定的销管费呀 固定的制造费用 是吧 另外呢 他说可以简化成本计算 因为我们这里面 没有了固定制造费用的分配 那就相当于我们成本计算的简化了 我们只考虑这个变动的制造费用部分 固定制造费用呢 在当期发生多少 全部作为期间费用扣掉 计算的任务量就少多了 是吧 对于这样的一种优势或者理由的解释 还是那句话 不要一字不差去背它 我建议各位呢 对于类似这样的文字性简单说明 分清这个条款 是吧 你看我们这里面 你看不都有分号隔开的吗 是吧 这分号隔开的话 这都是一条条得弄清楚 别给丢掉了 别给丢掉了 这看明白了吗 这里面都是分成每条的 是吧 你只要是每条都涉及到了 不管这话怎么说 但是这个意思能够到位就得分 你说我说的半天 说的都是第一条 那你说的再圆满 它也得一个点的分 明白了吗 我其他个点呢 我说的意思沾边 但是都涵盖了 那就得满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其实对于这种文字性简单说明呢 应该对我们各位考生来讲 是非常好得分的 结果呢 我们各位考生 可能都过于纠结于这个背 好像差一个字 两个字 多几个字 好像就不给分 不是那样 不是你理解那样 其实这个呢 也就是最近这么两年 来减轻我们这个计算证物量 增加了这种文字性简单说明 在我们主观的意义里面呢 我测算了一下 应该是10到15分 就是你大概就可以想象一下 对我们应该是个好事 是吧 好了 那我们这个专题呢 就告一段落了 是吧 我们这个专题 含个内容比较多 在我们考试里面呢 占的分值 应该在25分左右吧 所以说呢 希望我们各位考生 对这个专题呢 好好把握一下 认认真真 扎扎实实的 把我们前边需要注意的问题呀 主观的考核方向啊 好好去理解理解 然后呢 结合我们这些精神的题 把它好好拓展拓展 灵活运用就可以了 这20多分的题应该说 你不能丢的太多呀 是吧 丢的太多的话 就会影响到我们过关了 认点真嘛 扎扎实实的 就应该能够拿到更高的分数 好了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考生 来听老贾奖财务 那我们下个正题再见 谢谢各位同学